杨超越事件的详细经过可以追溯到他参加创造101的比赛中 当时他因为长相普通和表演能力欠佳而备受争议和质疑 然而他却凭借自己真实和直率的个性 在比赛中脱颖而出成为了观众最喜爱的选手之一 杨超越的抉择即不刻意制造CP感 也不追逐那些虚幻的浪漫爱情剧情 而是用他独特的方式展现了友情的真挚和珍贵 在他的表演中观众可以看到他和其他选手之间的真诚互动和默契配合 这种友情的真实呈现赢得了众多观众的喜爱和支持 这一事件在网络上引起了广泛的讨论和反响 许多观众称赞杨超越的真诚和直率 认为他的表现给人们带来了一份真挚和温暖 他不再追求浮华的爱情剧情 而是用真实的友情感动了观众的内心 许多粉丝为他的勇气和独特性格而感到骄傲 并表示会一直支持他的未来发展 类似杨超越的事件在娱乐圈中并不罕见 以往也有一些艺人通过展现真实的个性和友情来吸引观众的喜爱 例如黄子涛在偶像练习声中也因为真诚大人 友情至上而赢得了观众的喜爱 这些事件表明观众对于真实和真诚的渴求是普遍存在的 这一事件对社会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他告诉人们在追求浪漫爱情的过程中 也不要忽略身边那些真挚的友情 友情是我们生活中重要的支持和情感 它可以在困难时给予我们力量和帮助 在快乐时分享喜悦和欢笑 杨超越用自己的行动向观众传达了这一观点 引发了人们对友情的思考和重视 截至目前杨超越的最新进展是他即将结束在哈哈农夫中的旅程 然而他的真诚和直率将永远留在观众的心间 他以自己的方式诠释了何谓真正的不懂爱情 也让娱乐圈中出现了一抹亮色 他的成功将激励更多的年轻人勇敢追求自己的理想 并用真诚和真实的态度处理人际关系 起来杨超越事件向我们展示了真实和直率的重要性 以及友情的珍贵 在这个浮华的娱乐圈中 他用自己独特的方式打破了常规 赢得了观众的关注和喜爱 他的抉择对社会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让人们重新思考并重视身边的真挚友情 无论是爱情还是友情 只有真心和真诚 才能让我们的生活更加充实和美好 让我们共同期待杨超越未来的发展 同时反思自己在追求完美爱情时 是否忽略了真挚友情的价值 感谢观看